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阿里巴巴销售魏达预期后 再次批准25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 中国任命新的证券主管 以避免股市下滑 中国为拯救受打击的股市所做的一切 捷克马支持的蚂蚁金服的利润 因投资损失增加而下降92% 博士警告政府削减和民粹主义 对区碳化计划构成威胁 请大家收看 阿里巴巴销售魏达预期后 再次批准25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 彭博社 阿里巴巴已批准扩大股票回购规模 总额提高至250亿美元 此举是在阿里巴巴2021年第四季度 营收下降后进行的 该季度营收为362亿美元 同比增长5% 净利润为144亿美元 这家中国公司希望应对来自拼多多 和字节跳动等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下降 并抵挡国有企业的竞争 阿里巴巴还希望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 确立自己的地位 中国任命新的证券主管 以避免股市下滑 南华早报 中国已任命吴清卫 中国证监会主席和党委书记 该机构监管着中国8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 旨在提振投资者情绪 防止股市崩盘 吴清将负责恢复中国2.2亿个体投资者的信心 他们的财富已经因股票长期下跌而受到侵蚀 此举是在监管机构宣布一系列稳定市场的措施之后进行的 包括对做空交易的新限制 以及国家投资机构中投公司的干预 增加股票持股 中国为拯救受打击的股市所做的一切 彭博社 由于当局加大努力防止市场进一步下滑 中国股市本周经历了一次复苏 截至目前 基准的CSI300指数本周已上涨5.2% 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市场 这些措施包括扩大交易限制 主权财富基金承诺增加股票持有量 以及国家购买主要银行股票 监管机构计划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汇报市场情况 当局希望防止疲软的市场进一步抑制已经脆弱的消费 因为中国即将进入农历新年假期 中国还收紧了对国内机构投资者和一些离岸单位的交易限制 试图遏制股市暴跌 中国国家队 及支持市场的一群中国国家基金 在过去一个月里购买了大约700亿元人民币 97亿美元的中国内地股票 估计需要2000亿元人民币 或自由流通市值的0.8%来稳定市场 与此同时 海外投资者 可能包括国家基金的离岸代理 通过与香港的交易链接 购买了另外17亿元人民币的内地股票 这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的资金流入 中国人民银行还提供了1500亿元人民币的低成本资金 用于借贷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 以支持经济 捷克马支持的蚂蚁金服的利润 因投资损失增加而下降92% 彭博社 蚂蚁集团的季度利润下降了92% 因为该公司继续努力应对经济衰退和监管审查 该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 贡献了8000万元人民币1100万美元的利润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拥有蚂蚁金服三分之一的股份 这意味着蚂蚁金服9月季度的利润估计为2.4亿元人民币 蚂蚁金服正在等待金融控股公司牌照 这将使其能够恢复其IPO计划 该公司还准备中断其国际业务 并利用其支付网络与亚洲各地的数字钱包合作进行跨境交易 博士警告政府削减和民粹主义对区碳化计划构成威胁 金融时报 领先的汽车供应商博士警告称 政府预算削减和不断上升的民粹主义 正在危及欧洲的脱碳计划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特凡 哈尔通表示 由于紧缩措施和民粹主义批评 西方政府面临压力 他补充说 民主国家能否经受住这些压力 并长期保持其气候政策至关重要 博士最近宣布了裁员计划 原因是对气候友好技术的采用速度低于预期 哈尔通还强调了 欧洲缺乏价格合理的电动汽车和充电站的问题 开始你的一天前需要知道的五件事 每周 彭博社 纽约社区银行NYCB的信用评级被目的投资者服务公司下调至垃圾级别 该银行的股价在周二再度下跌22% 该银行的信用评级下调是由于其面临的多方面金融风险和治理挑战 在削减股东派息并建立储备以应对贷款损失后 NYCB的股价在过去一周暴跌 目的的降级评级是 NYCB的股价收于自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其市值在过去一周下跌了45亿美元 这两个第五大道街区是纽约零售房地产复兴的中心 彭博社 奢侈品牌正在竞相抢占纽约第五大道的黄金地段 这标志着该是奢侈品市场的反弹 古池 Gucci的母公司 路威敏轩 LVMH 和普拉达 Prada 总共花费了20亿美元购买购物走廊沿线的房产 而路易威登 Louis V. Tom的母公司 则将目光投向了附近的另一家酒店 奢侈品集团正在利用曼哈顿零售房地产的复苏 因为许多传统投资者因利率上升而被边缘化 这些收购也表明纽约旅游业的复苏 因为该是与其他地方竞争 以吸引顶级品牌 最近的交易很快就完成了 凸显了奢侈品公司对该地区及其购物模式的了解 这些收购提振了纽约的商业地产市场 否则该市场受到高借贷成本和空置率上升的打击 尤其是在办公楼领域 奢侈品牌购买第五大道的房产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在世界顶级购物街上购买房产 阿里巴巴在2023年又减少了2万名员工 彭博社 阿里巴巴集团在2023年裁员约2万人 截至12月底 员工总数降至219,260人 该公司近年来一直在稳步裁员 以精简运营并为其主要业务单元准备独立实体 员工减少的同时 阿里巴巴还进行了25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其中95亿美元的股票在2023年回购 阿里巴巴的举动与其他全球科技公司的 类似裁员行动相呼应 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在高层领导层重组中 任命新的首席运营官 南华早报 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政府投资公司GICPTE 宣布了一次高级管理层的重组 作为更广泛的领导层改革的一部分 现任副首席运营官Sampim将被任命为首席运营官 而现任公共股权首席投资官Brian Yeo 将成为副首席投资官 这些变动是GIC在市场动荡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中 追求卓越的运营和投资能力的努力的一部分 据估计GIC管理着7700亿美元资产 去年发布了自2016年以来最差的五年回报率 中国在沙特武器展上大放异彩 彭博射 中国一直在沙特阿拉伯的年度军火展上展示其军事装备 凸显了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防务关系 中国在展览上的存在非常重要 国有企业展示了一系列武器装备 包括无人机、防空导弹和隐形战斗机模型 中国的军事出口一直是国际市场的重要因素 该国正在寻求与沙特阿拉伯 在飞机和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加强合作 然而 与其在能源等其他领域的主导地位相比 中国在国防方面的进展只是小幅增长 立法者对英国航空电子公司 因股票回购而获得的芯片补助提出质疑 彭博射 民主党议员伊丽莎白 沃伦参议员和肖恩 卡斯腾代表 对英国国防公司B.Systems的股票回购历史 表示担忧 该公司的美国子公司从2022年芯片法案中 获得了3500万美元的半导体生产补贴 该法案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进行股票回购 并偏向那些在获得奖励后五年内 不进行此类计划的申请人 沃伦和卡斯腾认为 在芯片法案出台之前的十年中 被以近94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和股息支付给股东 这引发了对其是否履行这些标准的质疑 布鲁塞尔同意了一项新规定 将衍生品清算业务从伦敦转移出去 金融时报 欧盟已经就一项规定达成一致 要求衍生品交易商在其交易中 使用欧盟内的清算机构 以争取从伦敦获得市场份额 新规定将迫使在欧盟内的银行 在交易大量合同时 将最低一定比例的业务 发送至欧盟的清算机构 此举是欧盟在英国脱欧后努力减少对英国金融服务 市场依赖并提升自身资本市场的一部分 目前 伦敦管理着全球超过90%的欧元衍生品业务 2024年 中国明星基金投资变成了垃圾 股市暴跌变得丑陋 彭博社 随着中国股市持续动荡 国内基金正失去吸引力 一些此前在中国股市暴跌期间表现良好的基金 如今也遭遇了重大损失 例如 金州资本保本混合基金 今年迄今已下跌32% 而在2020年 曾取得近29%的回报 这凸显了中国基金经理面临的困难 即使是对人工智能股票的热门交易 也寿命短暂 城市与县的建设影响补助相匹配 雅虎 坎伯兰市市长雷·莫里斯和市议会 已经批准了5万美元的配套资金 用于巴尔迪摩街道建设影响补助计划 此外还额外拨款160万美元 支持市中心企业 这些企业在4月份开始的 1600万美元的翻新工程期间 失去了顾客 预计将于10月份完工 一些企业表示 由于翻新项目不时造成建筑物进出和断水等问题 他们正面临艰难的生存境地 随着多元包容与公平政策受到法律攻击 慈善捐助者开始考虑如何调整 美联社 基金会和主要捐助者正在动员力量 支持美国大学的平权行动和多元化计划的法律挑战 一些非盈利组织正在为诉讼提供财务支持 而其他一些组织则呼吁更大的基金会帮助受助者 或者自己提供法律援助 尽管一些组织改变了他们描述自己工作的方式 以避免争议 但针对多元化计划和平权行动的诉讼 预计今年将会加剧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观察员兼常驻六度简报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包括阿里巴巴的回购计划 中国股市的动荡 蚂蚁金服的利润下降 博士对去碳化计划的警告 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消息 首先 我们来看阿里巴巴的回购计划 面对竞争对手的威胁和市场份额下降 阿里巴巴希望通过回购股票来提振投资者信心 这也是他们希望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 取得更大突破的一部分 不过 阿里巴巴的利润还是下降了92% 主要是由于投资损失的增加 看来 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外 中国股市在经历了一段动荡后 本周终于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市场 包括扩大交易限制 增加股票持有量等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国家基金 在过去一个月里 购买了大约700亿人民币的股票 这是为了稳定市场 我们希望这些措施能够起到作用 使市场保持稳定 此外 博士警告种种因素可能对去碳化计划构成威胁 包括政府预算削减和民粹主义的上升 博士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民主国家是否能够经受住这些压力病 长期保持气候政策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为我们需要全球合作才能应对气候变化 最后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 包括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的重组 中国在沙特武器展上的亮相 以及英国的一些重要事件 这些新闻都反映了当今世界的一些重要动态 我们应该保持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